哎呀不可能 这边这边湖南这边算是黑的很早的啦 这边都是要六点钟才黑 姐姐们你们那里几点钟黑呀 你们打在古米上 这里六点钟天黑 有个姐姐说她那里已经黑了 我不相信嘞 我不相信嘞 我们这里差不多七点钟六点钟才黑 六点这里六点钟黑 快黑了是不是 中午好早上好对 六点半六点 哇怎么那么多人了 哇直播间一下子2400个人了 姐姐们欢迎大家 我们进来的来 大家做一个数据好不好 你们在古米上点赞 也是给你们的账号提高了那个活跃度 你们给我们点一下赞 再给我们古米上面刷个大拇指呀 随便发言一下 都是在给我们做数据 也在给你们自己做数据 你们不管是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还是进到谁的直播间 你们千万一定要记得 就给他点个赞赞呀 或者说给他刷 刷个评论呀 这个手好脱呀 这个能用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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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没拿你来的漆漆呀 要不你放下我来搞吧 谢谢谢谢送来的灯盘哈 知道吗姐姐们 这是在给彼此做数据 因为你们都知道的 他是有那种审核的数据越好 你们的账号活跃度越高 你们以后你们自己发作品 你们的流量也会来吧 站站一下看看能不能突破 5万来一人点五下这个站站 一人点五下这个站站 超公平 对的姐姐们点赞 现在也是做一做活跃度哈 我们彼此我们就是一举两得的一个事情 以后你们自己发作品的时候 哇 全笔都是大拇指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也可以打一波加油 或者怎么样子的 对不对 给你们自己的账号 以后你们发一些小日常呀 发一些你们的 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 那天有没有看到阿曲莫穿那个礼服呀 有没有 有 有没有 有没有 那天有没有在直播间的 有的打个有 那天有没有在直播间的呀 有的打个有 那天因为 因为一些原因断播了 没让你们看到最后 就断播了 那天有没有在直播间的 有的打个有 看看那天有多少人在直播间的 那天有没有人在直播间的 有的打个有 哇 站在一下子两万多了 五万了 马上来突破五万 能不能突破五万 这么快 真的 你看嘛 他们全部都说有有有 在直播间 那天你们觉得阿曲莫漂亮吗 改天还要去试 改天再去试的时候 给你们 给你们开播 好不好 去试的时候 让你们看看好不好 然后那天 好多人说不好看不好看 换一家 结果太晚了 阿曲莫 看那个灯 是的 我也没说我漂亮 多漂亮 是不是 阿曲莫 这个手 不得好痛啊 你们那边 玉米 你剥玉米的时候是怎么剥的呀 是用机器还是用手呀 我们这一点 哈哈 难不成 难不成 我们这一点 不需要个机器呀 所以 这成本 这个玉米 你那边是拿来做什么的 这个玉米是拿过 我们 呃 我们这边是 阿曲莫弄来晒干了 就这样子挂起来晒干了 做玉米粉 玉米粑的 我觉得他们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他们看不到你 我爱你近一点 哈哈 我爱你近一点 我爱你近一点 好不好 这样子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对 做玉米粑很好吃的 这种 这种玉米啊 做出来的玉米粑都是金黄金黄色的 知道吧 金黄金黄色的 嗯 很好吃的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姐姐们 再靠近一点 就已经很近了 哈哈 再靠近一点吗 还要靠近一点吗 要不要 哈哈 要的打个要 还靠近一点吗 他们说还靠近一点 靠不近了 这已经近了 再靠近一点 这天气这么冷 暖和是不是 哈哈哈哈 真的天天气那么冷的 好 要是不是 要不要 要靠近一点 你们别起晃姐姐们 对 再远一点 他们说远一点 你看全屏都在打 叫你做远一点 不是 他们说镜头太远了 他们说镜头 镜头太远了 看不清楚 他们说叫你 不是镜头远了 他们说 他们说太近了 不好干活 我们两个太近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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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我们隔得太远了 我们要隔得太近一点 咱们隔得太近了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软和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朋友们 来 是的 搭个是 啥 清一口 还抱一下 我的天 哈哈哈哈 呵呵 不是 他们说 抱一下 你看 哪有 人家 人家说的 人家说的 我看到了 你看嘛 是不是啊 这样就好了 再这样子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嘛 对不对 直播间朋友们 这样暖和 对不对 那堂哥没有在这里 那我们还不能挨近一点 对不对 是不是嘛朋友们 那堂哥没在这里 那直播间三四千个人在这里 看着你 没事呀 他们都是支持我们的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希望我们靠近一点的 知道吗 那堂哥在这里 堂哥在这里的话 就是希望我们靠近一点 对不对 那所以说堂哥没在这里 我们就要好好的靠近一点 这样子就暖和了 是不是啊朋友们 知不知识 你们知不知识 靠近一点 啥还带记住的那个 你看那个 那个阿姨 那个姐姐她说 她说轻一下 她说抢一下 抢什么东西呀 姐姐们抢什么 我看到他们在公路上面 打抢一下 抢什么东西呀 没有说抢 他们说的 他们打了几个一下 抢什么啊 姐姐们 清一下他们打了 核桃 我们没有核桃呀 姐姐 什么 不要 清 清一下 人家说的清一下 抱一下 是不是 来 哈哈哈哈 你别把玉米给撒了 弄到火灯里面去了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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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能不能把站站 给我们突破 这里的站站 一人点五下公平 一人点五下公平 我们看一下我们家的邻居力 有多少人说我们抱一下的邻居力 好不好 邻居力拿出来 能不能一人一人点五下公平 他们说的想看 是不是 那真的 什么真的 他们说抱一下 哈哈 是不是要抱一下 没有 他们马上双倍点赞了 你看着 你看着马上双倍点赞了 只要五百个人同时点赞就双倍点赞 我博鱼比太厉害了 我这么一夸我更厉害了 看看哈 我笔记器还快 看到没有 你们这么一说我这个人不能夸 一夸我就干我干的越凶 看一下 阿强 阿强好像的 公主抱 还有人说公主抱的 我的天了 抱不起来 阿强哥抱不起我 我太重了 还有人说公主抱 你们觉得我这么胖 阿强哥能公主抱的球啊 快点 待会儿堂哥来了 待会儿堂哥来了 是不是 待会儿堂哥来了 对不对 我们要珍惜现在的时间 是吧 堂哥来了 我们就看到我们隔这么近 就不好了 有个电灯泡 他们说有个电灯泡 是不是 对不对 朋友们 抱起试一下 抱不起 那太丢脸了 把我塞在地上了 像个猪一样 把我塞在地上了 那我太尴尬了 那不行 待会儿堂哥来了 先等我瘦一点吧 姐姐们等我瘦一点 到时候我能瘦的话 再让阿强哥尝试一下 公主抱现在抱 是不是 你们说对不对 阿强说对不对 待会儿珍惜时间 待会儿堂哥来了 对不对 是吧 我把门锁一下 我去把门关一下 来 朋友们 我去把门关一下 待会儿堂哥来了 是不是 你把门关了干嘛 还关一下吗 这冷呀 这是不是 你们那边冷不冷吗 我又关一下冷 是不是 太冷了 我去关一下门 好不好 关门 关门干啥 关一下门 就是那太冷了 你们关着的呀 不用锁呀 太冷了 太冷了要关一下门 不是他关着的 只是没烧锁而已呀 我听话锁了风大 待会儿吹开了 对不对 待会儿堂哥来了 是不是 我就关一下 好吧 要不要关 朋友们 你们告诉我 说要不要关 要不要关 关是吧 对 欢迎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待会儿堂哥来了 关门干啥 要关门 那风大 风大大吹开了 吹开了 是不是 快去 我关下门 你关门 关门干啥 关门 我去关门啊 我听你们的 我这关下门 我把门关了 然后 不是你关门干啥 你不用关门 风有点 那你不用关门 你坐下门 那门关上了 风有点大 对不对 朋友们 我去关一下 待会儿堂哥来了 我就关一下 把门关啦 门关着的呀 完全家裡也关了 锁一下 闯闭了 门关着的呀 是不是 这样子才暖和 可以吗 还请说 轻一点 轻一点 轻小心点 轻死了 你要不你坐这火边 不 那种 那种烤火是解决不了 这个 这个même 叫啥 也会冷的,对不对? 要关门,待会儿唐哥来了,说真的 这边要晚一点,你靠火这边做嘛,对不对?我做这边嘛 是不是啊姐姐们,靠坐火这边的话 门要关的,是不是? 灯也要关?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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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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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在靠近一点是不是? 还要关啥?要关一下? 对呀,对呀,我们想做生意你还可以关锁上门 没有,这里得风吹得呼呼呼的 这里风有点大,是不是?风有点大我们就 ... 把这里门关一下,但是唐哥来了,对不对?把门关了,是不是,朋友们? 对嘛,是不是?这样子门关一下的,这样子 安全 嗯? 门关一下好,不冷 是不是,你看 一会儿说安全,一会儿说不冷 不冷 你在说什么,是冷了还是安全了 我听不懂阿诚和胡言乱语的在说些什么 没有,阿诚啊 我冷得很 你坐火这边来呀 那个火烤的也冷,我的心冷 心冷 那烤火也冷,对不对 是不是 烤火也冷,对不对 那要怎么才不能 那还有比火更暖和的吗 门关了才安全,人家说的,是不是 安全保暖 啊,安全保暖,是吧 是不是 堂哥待会儿来了 抱一下,抱一下 拉变拉到后面还没关 后面还没关 要不要把后面一起关了,朋友们 要不要把后面一起关了 我觉得要把后面一起关了 你这 是不是,你去关嘛 你去关 我去关 我去关 好吧 我去关,把后面关了 他们都说 抱一下 我就把后面关了 待会儿堂哥来了 待会儿堂哥来了 他们都说抱一下 你看嘛 你看公平嘛 你看公平 他们都说抱一下 我去把后面关了 要不要关 堂哥待会儿来了 不是,是 堂哥来了 有人打抱一下呀 你在这里胡言乱语的 这哪有 堂哥来了,他们说 堂哥来了,待会儿冷得很 是吧 待会儿堂哥那个风吹过来了 是不是 行不行,关不关 要不要关,朋友们 关一下是不是 要关 要关一下 要不我去关 我要把它关一下 关一下 关一下那个 好不好 我要关一下 不是啦 姐姐们 不能 哎呀 我把后面关了 我把后面关了 你们等我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要等我 等我 等我啊,朋友们 你们不能这么起哄 知道吧,姐姐们 你们不能这么起哄 你们不知道 我们这个 哎呀,你们不懂的啦 你们可能觉得说 你们要等我 我关后面 不,你关门干啥呀 这 开始直播呢 你们不知道姐姐们 对 生活就不冷了 对呀,旁边烧着火呢 他说他冷 不要关门 哇,你们在 然后 顾面上一直在起节奏 你们在一直在带节奏 说什么 去一下抱一下的姐姐们 千万不要这样打好不好 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子打 因为你们这样子打的话 我跟你们讲啊 有很多 就是很多我的亲戚呀 邻居呀啥的 对不对 我来了,我来了,朋友们 我来了 他们也在直播间 他们就,就现在 我来了 我们,我们 我们这个组的话 就是还没有 那啥 回来了 比较保守的一个民族 知道吧姐姐们 那会被别人说成 哇 会被别人说成 我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啦 知道吧 所以说,哇 是不是这么多人 肯定还有录屏的 肯定还有转发的 这些呢,对不对 到时候就搞的尴尬了 知道吧姐姐们 千万不要打抱一下 抱一下呀 这也好舒服啊 对啊 来个一二一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意思啊 他们说一二一 我不知道 连我连我 那个说连我 那个有个姐姐说连他 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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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一下 哪里啊 你看一下 是哪一个 他说连我 连我 哪个姐姐啊 我没看到有人 他说连他 连他 你们要等我 等我啊 朋友们 别怕嘛 对呀 你去把门打开 我们都做生意的 那呢 抱一抱 不是姐姐们 我都跟你们说了 不能不能打这样子的 知道吧 不能打这样子的 哪 哪 哪 抱一下也没关系 是不是啊 朋友们 是不是啊 那天我们在山上 还不知道 那个啥 那天我们在山上 还牵 牵我的手 是不是 朋友们那天在山上 哪有牵我的手 我瞬间 你们说让我隔着屏幕抱一下 抱一下你们看一下 我 阿群我脸红了 我的天啊 不是你 我的天哪 你们看我的脸 一下子变得多黄 你不能乱说啊 我都说了 他脸都红 红不红 你们觉得阿群们的脸红不红 是 那天我们去砍财物质 我上不去你欠了 我就先把他欠我 那你要说清楚啊 你还说那天在山上还不是 那搞的 你这样子搞的好像我 我怎么了 红啊 红 对啊 你们这么多人还说 隔着屏幕还叫我抱一下抱一下 我啥也没干啊 姐姐们 你们别听 别听阿群哥哥说 就是那天去山上 他爬不上去 我拉了他一下而已 他说那 那他刚刚说 他说那天还不是在山上那啥了 我的妈呀 你们这 红不红 你们觉得他脸红不红 朋友们 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 我 我可能比较古板 突然一下都红了 我可能比较古板 比较 那啥 所以就整得我挺尴尬的 姐姐 全屏跟阿群哥打两个字 加油 好不好朋友们 他脸红了 他不好意思 你看现在红的像啥一样的 全屏跟他打两个字 加油 就是嘛 他还牵人的手 牵他牵他的手 是因为他爬不上去 知道吧 姐姐们 牵他的手是因为那个 他爬破他爬不上去 我才牵他的 有个姐姐说 连我连我 到底什么事啊 连我连我怎么啦 没有啊 没有啊怎么 找不到你啊姐姐 请一口 你连过来啊姐姐 啥事啊 什么事啊 你们能不能不要带这样子的节奏了 姐姐们 你们看 你们觉得阿群哥做得出来吗 你们觉得阿群哥做得出来吗 哎 我你们你们这样子带节奏 我呃 点到三十万是不是 这是这那这相当于是给我了我好大的一个压力 说句实话 说句实话 给了我好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我确实是说实话 我哎呀怎么说呢 全民开打一个字加油好不好打两个字 真的 做出来也是正常的 不是啊是是怎么说呢 那你们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大胆大方一点大胆一点吗 是我还是我 是我 是我 是我不对吗 我不好意思了 哪有 然后阿群哥说话也要说清楚呀 你说 那天在山上还不是 对啊 我就只是拉了他一下 拉一下这么正常姐姐妈 真 但是我觉得那个你拿着我的手都不放 他拿着我的手不放 哪里有吗 这话说的搞你头又是什么意思呀姐姐们 对啊我们现在是住在一起住在一起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姐姐们不要误会 我们是就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知道吧 连我连我 怎么了姐姐 这个姐姐让他连他一下 连他一下吧 怎么了 让他连一下吧 不不不不 可以了 怎么了姐姐 连上我了吗 哎连上了怎么了姐姐你说 怎么了哦我这边可能卡了 我看不见 怎么了姐姐我呢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强哥有个事 我想让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问一下 啊你说 怎么了 就是这个是这么一回事 之前就是说在华总那不是 我买了一套化妆品 然后结果第二天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收到了一个客服的一个回访 说是货没了 然后让我去申请推款 然后这个申请的内容 让我给我付加一个 再给我补贴二十二百块钱的一个就是说补偿嘛 就是因为我拍了货然后没有了 知道吧 结果等到我下午的时候 我又刷到他的直播间 然后呢看到他们那些小 那个主播小姐姐小哥哥他们还在卖 然后只是那个价格变了 不是在那个 咱们那快的那个价格了变成三千多一一套了 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客服 我说这不是还有货吗 说对我们是有货的 然后我呢是在意的想要 这一套化妆品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我不想推款了 那个我还能不能用自写的一个链接 继续你们给我发货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不行 那发不了的 这是公司规定他做不了主 然后说那个福利不是天天有的 所以说乔哥我就觉得吧 这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啊 所以说我这不是才来找你 看你能不能帮我问问 你有你那个那个人有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我有那你你发给我一下好不好 哦可以的我发给你可以的 我就觉得这里面事不对 为他上午给我说没有了下午他还在卖 那这样搞肯定是不对的 这这不是毁我人设吗 这我的天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了解一下 你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发给我行不行 姐姐姐行我现在就发给你 行你发给我 好嘞好嘞我下去给你发回去啊 稍微等我一下啊 我的天了这我的天了 居然有这样子的事情在我直播间 那个啥的还打电话说让人家申请退货 那一定这事情可大可小呀 我必须有没有对不对 有没有给你们主动给你们打电话申请退货呀 姐姐妈 你们之前在我们直播间买的有没有人 主动联系你们让你们退货的呀 怎么可能呀这不应该呀 有的话你们一定要联系我们 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连迈 跟我们我们可以就是直接在直播间 当着大家的面解决的哈 你们有问题的也可以跟联系我们的哈 姐姐妈 还没有到是不是啊 你们有任何问题啊我们看直播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在直播间来找我们 知道不大家一起当面解决 我们从来不会说有什么问题呀或者啥的 我们就私下去解决呀或者说去逃避问题呀 逃避责任那样子的 那在我们直播间卖出的东西 我们后台人员打电话给人家去退款 那这是什么事情呢对不对 我们都不知道那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的 我的天哪这真真的这样子可不行的 我我打个电话我问他一下 那发贵了我必须了解清楚这简直真的是 是吧 我们先把站在网上去充一下哈姐姐们好不好 哎你好我是阿强的粉丝 我在你直播间买了那个产品 我这里打个电话我就是想问一下前几天在阿强直播间买到那个产品吗 你不是让我退吗 对不对现在我不想退了可以吗 那肯定不行啊 当时是你进退的 又不是我前进给你退 而且我这里也给你偶尔补推200块钱了 你忘记了 我是阿强的粉丝呀 我我我跟华总的关系很好的 呃对吧 那个阿强他跟华总的关系挺好的 然后你帮我申请一下好不好 我知道老师跟你那个 跟我们老板关系好吗 不然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 算了不想问你说那么多了 反正退了都不可能加那个照给你说白了 而且我都是给你补贴的 我的天啊 你这个声音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 你是不是那个糊住你啊 我就是那个糊住你能咋的啊 我也听出来了 你不就是那个阿强吗 阿强粉丝一甜甜的 咱们真是人家路仔啊 你这个怎么三番两次的这样捣乱啊 你到底什么什么居心啊 你到底想干嘛 哎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粉丝让他退货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我说你这个人呢 真的是不严多忘事啊 上去你你还记得上去吧 你一单产品让我补贴一两千块钱啊 我一两我一两个月工具都补进去了 我的钱是大风光划过来的吗 还好我这个人聪明啊 我打电话让你那粉丝都退了 我一单不用补贴那么多了 你的粉丝啊都是爱上小便宜的 花两百块钱给他们补贴 他们都退了 根本不是货知道不 这样一来我的手机也降低了不少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 我粉丝是因为他们认可华姐 知道吗 你你这样子说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们都知道华姐家的产品好 才这样子去买的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打电话过来 你说再多也没用 我说白了 是吧 除非你现在 今天也打电话过来了 你现在的话 让我们华总 把我把我这个助理这个位置 给我恢复回来 你就说上去的事情是你这边不对 你粉丝本来就是种钱的 那些老阿姨太太的 本来就不会用这么高级的产品了 你忘记了 我这个人气死了 真的我气死了 我真的气得半死了 你还这样子威胁我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我和你们华总交钱 你知不知道啊 行了行了 所以那些有用有用吗 你好 华总交情生的话 他给你粉丝上过那个金萌带吗 我我们家的那个金萌带才是招牌 给明星富婆定记的 你口口双双说 关系好 那为什么不给你上最好的金萌带呢 金萌带是吧 你上去说开除我 你上去说开除我 我现在虽然不是说 在华总面前 华总旁边当那个 那个助理了 但是呢我现在还是继续留在公司 你说话的话也不管用啊 这个大哥 啊 承载 我的天 真的还这样子叫我 金萌带是吧 你信不信我一开口 华总就马上立马给我家人上 你信不信 而且 而且我把这个事情 一定要告诉华总 看你怎么看他怎么处置你 我懒得跟你说 直接 直接给他挂掉 真的是 我觉得 这个胡助理 一天三番两次的给我搞事情 三番两次的对我这样子的 我真的 必须找他给我一个说法 咱必须打电话给华总 对不对 要不要打电话给华总 我觉得这事情真的 必须让他处理了 咱们仁慈归仁慈 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样子搞我的事情吧 对不对 以后我还怎么 怎么直播 对不对 我必须弄他 大家知道之前那个胡助理 一而再再二三的 咱们原谅他两次 这是必须要让他给个说法 我先打电话给华总 真的 这是必须打电话给华总 气死我了 我真的是服了 真的是无欲了 打电话是不是 我必须打电话给华总 先别吵 不道德 太不道德了 说实话 真的 我气死了 你们以后收到 就是叫你们退款了 你们要来直播间 先给我们了解一下 我气死了 他说话好难听啊 对 我真的 气不气人 直播间的朋友们 气不气人 原谅他两次 华姐 华姐怎么不接电话 是不是在忙 应该在开会 这样吧 我打电话给他 弟弟 我打电话给他弟弟 总经理 我急死了 我打电话给他弟弟 他弟弟是总经理 真的 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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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处理了 我真的是 我气了 直接 我就问他交不交我这个朋友了 还认不认我这个朋友了 别生气啊 你 我气到了 是啊 他生气了 他觉得 那个助理 你把他当你回事 因为华姐已经跟华姐已经说过两次了 喂 杰少 你好 你现在方不方便来趟我直播间 我有急事找你出事情了 出事情来你直播间 我现在在横中啊 我不在那里啊 你来我直播间 我现在正在开播 你来我直播间 好不好 好好好 你赶紧的 好好好 好 杰少 好 杰少 马上来我直播间 我真的 杰少是华总的弟弟 他亲弟弟 他亲弟弟 必须给我处理这个事 因为我们也平时也经常见面的 我真的无语了 必须处理 对不对 家人们 你们说对了 真的气得我半死 真的 说实话 别生气别生气 都说了直播间不能吵架 是不是 阿强哥要吻一下呀 对不对 因为阿强哥他太气了 他觉得一二再再三的 你们都知道的 来没有 来了 哎强哥 介绍 你好 哇今天出事情了 你们啊 你要 cosas 你会有什么